第861章 最不想见到的人 跟着那辆黑色大众 绕着廊坊市 差点转悠了一圈 车子才向市郊外驶去 这些开古安黑市的人都是如此 用的手法千篇一律 庄瑞看了眼车外 说道 诶 怎么又往北京方向开了 老弟 这黑市都是不固定的 说不定就在北京城里了 金胖子倒是见惯不惯了 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 他对此次黑市兴趣不大 因为不管那两间磁轴磁是真是假 都不是他能参合得起的 车子又往前开了20分钟左右 使进了一个外面都是白花树林的岔路 这地方倒是和我的园子有点像 树林后面是一个小庄园 不过面积要比庄瑞的园子小多了 四周是用木闸篮围起来的 在园中有两栋小楼 后面则是一排砖房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诶 这地方我知道呀 是个马术俱乐部 见到车子停了下来 金胖子睁开眼睛四处打量了一圈 他曾经给北京一位企业家鉴定过字画 受邀来到这里玩过一次 那位企业家在这里养了两匹属于私人的马 现在在国内 保龄球高尔福什么的已经过时了 真有钱有品位的人已经开始玩赛马了 自己花钱养上一匹马 平时留在俱乐部里 到周末的时候 约几个老板来赛赛马 这才是笨有面子的事情 马场 庄瑞这话刚问出来 就看到在房子后面 有块很空旷的地方 一个女孩骑着一匹高大的早红色骏马 在驰骋着 显得很是英字洒爽 只是他头上带了护具 看不清面容 这时 从前面领路的那辆车里 走下了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 来到庄瑞等人面前之后 说道 金老师 几位老板拍卖在十一点整进行 还要过一个小时才开始 几位可以先进去休息一下 也可以去马场那边玩玩 都是免费的 那骑马的人 也是来参加此次拍卖的吗 庄瑞指着马上的女孩问道 她所参加过的几次黑石拍卖 组织方无不是小心翼翼的 这次居然安排在公共场合 庄瑞还是第一次得见 似乎李大利并不怕被查一般 那个中年人往马场出瞥了一眼 不在意的说道 不是的 那应该是马场的客人 不怕有条字换进来吗 庄瑞奇怪的问道 不怕老板都打点好的 就为放宽心去玩吧 我们这里只是组织古文爱好者的一个交流活动 有不犯法 警察来了也没辙 那个中年人蛮不在乎的说道 在他眼里 李老板的关系通天 有什么麻烦都摆得平 撒 是那栋楼吧 回头我们自己过去 庄瑞看了看表 现在才十点出头 自己等人来得太早了 好的 那边的酒水 几位也可以饮用 账都记在我们这里就行了 中年人很有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 自省离去了 我怎么感觉 咱们几个像是来旅游的 等那人走后 庄瑞笑着说道 这古安黑市参加的 一点紧张的感觉都没有了 金胖子笑着说道 老弟 别小看组织黑市的这个人 他干这行十多年了 在纪卢晚苏 还有北京地区 都是有很强的人脉 好东西也不少 回头你就知道了 哦 那确实是个厉害人物 庄瑞挑了挑眉头 他还真没想到 李大利在古安圈子里的名头 这么想就连金胖子这样的人 言谈中也隐隐带有推崇的味道 庄哥 要不要赛斯马 彭飞对这两人说的事情没什么兴趣 来到那排房子前 看这一长排的马郎 心中有些兴奋 和我赛马 你怎么不和我比鉴定古文呢 庄瑞没好气地瞪了彭飞一眼 他就没见过这小子玩不转的交通工具 不管是飞机汽车还是轮船 彭飞都是上手就能开 想必马术也是很不错的 金老哥 您要不要玩玩 赛马 庄瑞没兴趣 不过骑在马上面溜一圈 庄瑞倒是想感受一下 在国外 这骑马可是高雅运动 庄瑞还是很小的时候 在公园里照相 才得以骑过一次马 看这马郎里的一匹匹高头大马 不禁有些心动了 得了吧 您看那老板的眼神 他能让我骑马 金胖子苦笑着摆了摆手 他这二百多斤坐在马上 只定能让马主人心疼死 老板 您这是怎么收费的 彭飞这会儿 已经凑过去和老板聊了起来 请问 我们这儿是会员制的马场 这些马大部分也都是会员的 一般不对外的 不过几位既然想玩 咱们也不能扫了兴不是 这位马场老板是北京人 一口的精骗子 先云里雾里的绕了半天 才指着马郎说道 这一匹马和那位客人骑的那匹 都是我养的 性情比较温顺 保证不会帅到客人 一个小时三百块钱 几位要不要玩玩 撤 牵两匹出来 我们两个人鞋 庄瑞今天穿的比较随意 牛仔裤配运动鞋 要是西装革履的 那还真没法玩了 好嘞 那位客人马上就到时间了 有一位要等个五分钟 您两位谁先来呢 这马主只有两匹马 所以要等那女孩回来之后 两人才能同时骑 庄瑞看着彭飞跃跃于世的样子 说道 彭飞 你先去玩吧 马主这时 也牵出了一匹白色的骏马 个头很高 牵到跟前之后 马背几乎到了庄瑞的脖子处 接过马主递过去的马鞭 彭飞右手摆了摆 没有接马主递过来的头部护具 直接用左手抓住碗绳 轻轻拉了一下 在马头收侧的时候 左脚伸进马凳里 一个翻身就骑了上去 动作非常麻利 哼 这哥们是老手啊 这动作在我们这儿 也就教练能做出来 那马主看向彭飞的眼光 变得有些不同了 这动作绝对是受过 长期马术训练的人 才能做出来的 彭飞扬了扬马鞭 想几人坐了个骑士礼 双腿一加 口中吆喝了一声 那匹白马就小跑了起来 和场内的那位女骑士 御马慢跑不同 彭飞骑着马 在小跑二三十米后 速度就加了起来 随着马蹄所发出的哒哒声 白马如同一道白色闪电 在马道上奔驰着 扫包 彭飞的举动 看得庄瑞心里直痒痒 不过他也知道 要是还成自个儿上去 估计都没那女骑士起得好 能在这马场里 走上那么一圈 就不错了 庄瑞和金胖子 在遮阳伞下面 喝了会儿饮料 那个女骑士已经驾驭着早红马 慢慢的渡步来到了马郎边上 哎 哥们儿 轮到您了 这护具要不要呀 马主牵着那匹马 等到女骑士下马之后 拿着一个 有点像是机舰运动员戴的那种面罩 向庄瑞问他 要 庄瑞可没有蓬飞的水平 顺手将护具接了过来 只是 他正要往头上套的时候 忽然看到 马上下来的女孩 揭开了面罩 突然傻眼了 苗 苗 苗大小姐 庄瑞四下里看了一眼 硬是忍住没喊出 苗警官三个字 不过那双瞪得溜圆的眼睛 显示出了他内心的惊恶 庄瑞实在是想不到 居然能在这地方碰到苗飞飞 联想到苗警官的职业 和一会儿即将开始的黑市拍卖 庄瑞可不认为 他就是来这儿玩骑马的 要说庄瑞此时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绝对就是苗大小姐莫属了 私人交情放一遍不谈 这苗飞飞可是警察呢 庄瑞 苗飞飞见到庄瑞 心情也很复杂 从庄瑞结婚之后 她就身险调到了外申工作 虽然那会儿嘴硬 但是让苗飞飞去抢别人的老公 或者是做小三 她还真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 这一年多的时间 苗飞飞原本以为 庄瑞已经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掉了 可是没想到 回京后接的第一个案子 居然又碰到了庄瑞 其实 刚才在马上的时候 苗飞飞就已经认出来庄瑞了 只是她在平复自己的心情 直到此刻才走了过来 金老哥 你去溜一圈吧 我和苗小姐要谈点事情 庄瑞把手中的缰绳 递到了金胖子的手上 也不管她愿意不愿意 直接就将她推了出去 哎哟 我是老弟 还骑什么马呀 赶紧的走人吧 金胖子一把拉住了庄瑞 她可是也知道苗飞飞的身份的 女警察来到开黑市的地方 那还能讨得什么好呀 没事 金老哥 你去溜一圈 我和苗小姐谈谈 庄瑞可不愿意走 为了布这个局 她可是煞费苦心 这次的黑市 等于就是她开起来的 要是被警察缴了局 庄瑞不甘心不说 那也对不住李大利呀 那哥们 指定是要给自己背黑锅的 金胖子听到庄瑞的话后 才想起来 这两人是朋友 当下有些狐疑的 牵着马往马场走去 也不知道等会儿 是准备人骑马 还是马溜人呢 见到突然换了人 马主不乐意了 跟在后面喊道 哎哎 我说 要是哥们儿那骑 那一个小时 要五百块钱呢 开城布公 和苗飞飞走到角落里的一个遮阳散处坐了下来 庄瑞善善的问道 苗 苗警官 最近还好吧 苗飞飞的性格直率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 和庄瑞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 由于后来两人的思想都发生了些转变 现在反倒变得陌生了起来 不说如同路人一般 但是 也已经一年多没联系了 苗飞飞虽然比一年前轻瘦了一些 但是精神很好 文言抬起头 看了庄瑞一眼 说道 我挺好的 庄瑞 你来这里干嘛呢 庄瑞文言苦笑了起来 这位大小姐说话 还是这么直来直去的 自己来这里能干嘛呢 当然是来参加古玩黑市拍卖的了 难不成来骑马呢 不过谈到了正事 倒是让庄瑞没那么尴尬了 当下咳嗽了一声 说道 这里有个古董艺术品交流会 我来看看 有什么中意的物件没有 你也知道 我那博物馆的底子还弱 藏品太少 庄瑞的话 让苗飞飞笑了起来 感情着玩文化的 说话就是有水平 明明是违法的古玩黑市 愣是被庄瑞说成了 古董艺术品交流会 真当自己是傻的呀 庄瑞 咱们是朋友吧 苗飞飞一双秀丽的大眼睛 紧紧地盯着庄瑞 当然了 不过我希望 你和宣斌也能成为朋友 庄瑞的表情有些不太自然 他又不是木头人 对于苗飞飞的情意 当然能感觉得到 不过想想自己的那对儿女 庄瑞也不敢犯错误呢 更何况 苗达小姐 一向都是彪悍的代名词 肯定不会对自己 这有父之父再感兴趣了 不提你老婆能死呀 苗飞飞白了庄瑞一眼 说道 既然咱们是朋友 那我拜托你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最近对古玩很感兴趣 也想参加这个古董艺术品交流会 以您庄老师的名讨 带个人 问题不大吧 苗飞飞回到北京后 闲置了一段时间 最近传书 有人准备拍卖四周观摇瓷器 地点就在京津结合处 因为买家都是北京人 所以 两地决定联合办案 不过苗飞飞任职的分局 这段时间案子很多 抽不出人手 而且 苗飞飞以前也办过 和古玩相关的案件 所以 就让她来主持北京方面的工作了 在之前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 在河北寒滩的一个庄稼地里 的确出土了不少陶瓷碎片 经过专家鉴定 证实这里 很可能是宋朝的一个古摇纸 但是这个摇纸 已经被人光临过了 经过强救性的挖掘之后 除了一些散碎刺片 再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至于里面是否会出土 南宋关要刺激 就连专家也不敢肯定 或者否认 只能说是有可能 不过就是因为有可能 这三个字 让警方紧张了起来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后 对李大利这个古玩黑石拍卖团伙 进行了布扣 其实 就连庄瑞也不知道 李大利为了布这个局 可是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 不但散播出 此周观摇此起出土的消息 还在一处早已被盗掘的 古摇纸上动了手脚 制造出刚被发掘的迹象 可以说 李大利做的功夫 已经远远超出了庄瑞的期望 这个局 不但将来自海内外的 众多藏家网络在内 甚至 把警方都蒙在了谷里 这布局下套 就是要做到九分针一分家 处处都要符合逻辑 就像曾经在北京四合院 租房子的那位套爷 拿出来的诱饵 全是明清真正的红木家具 不过 凡事有利必有弊 李大利也知道 这次动静闹得有些大 被相关部门给叮嘱了 甚至有些人给他打过了招呼 让他避避风头 但是 李老板权衡了一下利弊 被警方抓住 这些假物件 也不能定自己的罪 而失信于庄瑞 却是他不愿意的 两臂相权取其轻 李老板还是决定 将这次古玩拍卖进行下去 就算最后被警察给破坏了此次交易 他对庄瑞也能交代得过去了 对于此次拍卖 李大利是外送内紧 除了他邀约的人之外 一概不允许带人参加 这样 就杜绝了警方派卧底 进入会场的可能性 金胖子也是知道这件事的 为了带庄瑞参加此次拍卖 他还特意向组织方提出身形 所以 庄瑞才能得以成行 不过金胖子并不知道 庄瑞本来就是在李大利的邀约名单内的 只是起初他并不打算参加而已 李大利出了这么一招 确实让警察难做了 不管是京城警方还是天津警方 都只是打听出来了拍卖地点 但是却无法进入到拍卖会场里面 不能在第一时间对案情做出掌控 要知道 警察办案也是要讲证据的 加上前来拍卖古玩的收藏家 也多是有身份的人 如果黑市里并没有什么违禁物品 那么不但会打草惊蛇 也会被人质疑他们的工作能力 听到苗飞飞说 他喜欢上了收藏 庄瑞哭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苗警官 我就知道你们是冲着所谓的磁州官邀磁器来的 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 那些磁器都是赝品 是现代仿制的 不值得你们如此大张旗鼓的 庄瑞现在也是在权衡 他不能让警察破坏了这件事情 所以在心里想了一会儿之后 他说出了磁器是赝品的事实 你 你怎么知道 你见过那两件磁器吗 苗飞飞对庄瑞的专业知识 还是比较相信的 但是他不明白 庄瑞明知道磁器为赝品 为何还要来参加这次拍卖呢 看来 不说清楚 是打消不了苗警官的疑虑了 庄瑞私下里瞅了一眼 压低了声音说道 那两件磁器 本来就是我的 你说我见过没见过 什么 苗飞飞吃惊的张大了嘴 他怎么都没想到 能从庄瑞嘴里得到这么一个答案 你 你这不是诈骗吗 苗飞飞马上就意识到 所谓的古瑶纸 应该也是庄瑞做的一个局了 诈骗 我骗谁了 话已经说白了 庄瑞也放开了 你先是炒作古瑶纸出了磁周瑶 然后又借天梯放出磁器 这些手段都可以被认定为诈骗罪的 苗飞飞这些年的警察也不是白当的 经过几次历练 其见识早已不是中海的那个小交警可比的了 什么诈骗 我这两件磁器 烧出来就花了一千多万呢 最后也不见得能卖这么多钱呢 你说我骗谁了 庄瑞对苗飞飞的话很是不满 他又不是空手套白狼 这两件磁器 实实在在是花费了一千多万人民币 才烧着出来的 这世上有花费成本那么大 那么傻的账片饭吗 两件磁器花了一千万 苗飞飞听到庄瑞的话后 也是被他给绕迷糊了 行了 以后有空再给你解释 这两件磁器 不会卖到国人的手里 不行 我就自己埋回来 你们警察千万不要给我添乱啊 庄瑞见到这会儿 已经有人开始进入到小楼里了 再看看手表 时针也快指向了十一点 当下站起身来 准备结束这次谈话 你说的什么话呀 你要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我就有权利制止 不行 我要跟你进入到拍卖场里去 苗飞飞的话 让一身正气的苗警官很不爱听 得得 去 带您去还不成 庄瑞见到金胖子和彭飞 都已经牵着马走了回来 连忙答应了下来 惹火了这小姑奶奶 他真能将自己和李大利 杀费苦心部的局 给搅黄掉 这还差不多 苗警官看到庄瑞让步了 得意的拿出电话 让那些随时准备 冲进会场的警力 都给撤了回去 对于庄瑞的话 苗警官还是很相信的 毕竟 一个身家上十亿的富豪 还不至于这么下作的 冲着巨大风险去诈骗几千万呢 见到苗飞飞要和他们几个人 一起去拍卖场 金胖子不仅拖后了一步 拉住了庄瑞 瞪大了眼睛说道 庄老弟 你 你怎么又把他给带上了 这要是传出去 对你的影响可不好啊 庄瑞笑着说道 金老哥 没事 他就是个古玩爱好者 来见见世面的 哥们倒是不想带 那这黑市也别想开了 庄瑞在肚子里付费了一句 金胖子见到庄瑞若无其事的样子 提醒他道 老弟 我可没本事把他给带进去 就是带你来 我还是提前打个招呼的 这事我来解决 那姑奶奶惹不起呀 庄瑞哭笑了一声 从口袋里摸出了电话 找到李大利的号码后 拨了出去 他没敢说带警察去 只是说带了一个朋友 李大利自然不会有异议 马上用对讲机通知了门口的人 看着庄瑞把苗菲菲和鹏菲都带了进去 金胖子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要知道 在小楼外面 有不少人的保镖都被拦在外面不得入内 而庄瑞一个电话就带了俩人进去 这不得不让金胖子 怀疑庄瑞与那位神秘的李老板 是否相识呢 刚才被金胖子拉住耽搁了一会儿 进了小楼里之后 庄瑞发现 偌大的厅里已经坐满了人